聽到最高法院裁定 重新再審案子 嫌犯王興男子的母親激動落淚 我是腳部也就是 本來是順利不錯 腳部也都是現在都沒什麼事 就不害怕 是怎麼樣的法委 有辦法跟他判15年 案子發生16年 王興男子從原本不起訴 逆轉被判刑入獄 全家人心情像洗三彎暖 洪信友人的母親 還因為悲傷過度去世 接下來幾年 家屬四處陳情 最令他們氣憤的 使關鍵證人突然翻供 那個王青雲 他是真的大多人 他今天如果早是說 不去害死我們這三個家 要讓陳爸爸 心裡一直掛下 他說他家就害死 2002年 陳信安親班女老師 跟王興男友 相約在霍峰大橋談分手 卻離奇墜橋身亡 王興男友跟洪信友人 被控殺人或不起訴處分 2005年目擊者翻供 生生看到死者被扔下橋 兩人被依殺人罪起訴 2009年 王興男友被判刑15年 洪信友人判刑12年6個月 2014年家屬抗議冤獄 監察院質疑權案有疑點 最高法院認為有再審必要 破天荒自圍裁定 准許再審 但這樣的結果 令死者家屬無法接受 這個我不能接受 當然是他們是替他們自己辯駁的 對不對 他們想要這個脫罪 洪信友人也希望法院還他清白 完成母親的遺願 但命案真相究竟如何 隨著證人翻供 法院再審 又掀起三家人心中的傷口 記者年詳請王總盈 台中報導